大家好,歡迎收看下午時段的直播環節 我是林子彤,這一節先跟大家提一提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我們尖閘意見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MISTURE.COM 或者WhatsApp-9157-170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也在做直播,麻煩大家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也可以在留言,我們會盡快解答大家 這個環節,我們請來Arnold和我們聊聊天的Arnold,你好 你好,志通,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走勢 下午回來,市仍然維持到100點的升幅 暫時升107點,29343點 國企指數暫時升86點,11592點 大市成交大約有539億 都是比較靜一點 今天看到一些投資者好像似乎沒有東西炒 炒回聯想上來 暫時聯想是升幅最大籃籌 升幅最大2% 僅隨其後有一隻平保 之後就到中石化 全部升幅1-2% 先和Arnold談談 市場今天都是滿局 下個星期,我們放完幾天交回來期指結算 是不是都沒有什麼變化了? 其實現階段距離今年12月份的期指結算 都是四個交易日左右 這段時間其實我覺得上上落落的意義 就不會太大,沒有什麼指標性 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夾上去 看看A股的洗偷,現階段的上證綜合指數 尤其找到3300樓上 都有機會可以再推一推上去 但這些位置我不敢看得太樂觀 或者是上網空間 未必看得太大 這些位置我都是博具 可能是有機會 修補11月30日遺留下來的下降裂口 看看下降裂口 下降裂口底部大約在現階段指數的水平 29,350點左右 而裂口頂部都是29,600 所以說到後市 仍然可能有機會多接近300點左右的反彈幅度 但是上到29,600這些位置 如果A股都是上上落落格局位置 這些水平都建議大家小心一點 因為短期來說 我想特別是在連結前 甚至在連結後 其實我相信內地的流動性 都會仍然偏緊 在春節假期前 我相信整體完資金需求上面 都仍然相對比較緊張 如果見到有什麼特別的任何政策出來 指數短期來說 都是維持上落格局 但是這些位置 我覺得短炒的話 就未必建議這些位置買 甚至可能是29,600這些位置 再借細 可能是做淡等等 有一定的直播率在 但是如果你在投資部署上面 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開始 可以留意一些相關的股份 有機會真的在1月份 2月份這些時間 開始陸續發營起 始終在2017年全年業績 或者第四季的業績上面 我覺得有條件提高一線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指數上落的意義不是太大 但是我覺得在投資策略上面 其實看到很多板塊 或者很多股份 都調整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水平 這些位置都是一些吸納的 相對地可以做一些吸納的 但A股的行程 你又怎樣看呢 剛才都說到 今天正在3,300樓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昨天來講 A股後市 有沒有一些催花仔 可以帶領市場做好一點呢 A股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雖然上到3,300樓上 但是你說會不會牽涉著 一些維穩資金 或者中央工作經濟會議上面 市場氣氛好一點點 有相關的風險因素在 所以閉幕之後 指數會不會打回軟益 又再在3,300樓下這些位置拉鋸 其實都見到有個可能性在那裡 亦都見到內地A股的成交量 都仍然是相對地比較低迷的 資金都是輪動的 炒作一些不同的板塊上面 看過去這兩個星期 講到每日升的板塊等等 真的有個輪流炒作在那裡 指數可能有時候 集中升一些金融股 A股有個明顯的反彈 但好像今天為例 都是可能炒一些二、三線行業 可能一些相關地 看到一些玻璃行業 或者環保行業 相對地有個明顯的升勢在那裡 所以A股現階段的情況 我相信都是一個上流格局為主 所以無論港股還是A股短期 後資來說 我相信官網氣氛 特別越來越近年尾這段時間 可能會越來越濃 好了 講完大股 又講一下今天一些焦點股份 第一個板塊 講一下復星國際 和青島啤酒 主要是因為復星 大折陽入股青啤 但是有些人說 這個交易比較難產生一個協同效應 或者都挺體淡的一種交易 你又怎樣看 但今天看到伏星和青啤酒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是嗎 青島啤酒始終有個大折陽的因素 就是轉售股權 轉售股權 所以股價都下降 這個特別是過一星期升了這麼多 又不是太大問題 雖然跌了5% 但對比他們由33元升上來 現交捷在38元這些位置 仍然接近一成半的升幅 看回這宗消息 其實你見到普遍大行 都覺得是產生不到協同效應 我覺得是事實來的 因為始終是復星 雖然內地數一數二的綜合企業 但特別是在零售板塊 或者是在啤酒業上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經驗 或者是過去看不到實際動作 是做得非常亮麗的 對比起之前的前股東 可能是在朝日上面 Asahi 可能是更加有經驗 所以這宗交易 大家不是真的太好 但這宗交易是否一件這麼大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很負面的因素 我覺得不是 始終你會留意這個消息 其實一直都說 之前Asahi這間公司 已經面對著一個資金鏈的問題 所以其實他們是有壓力 去出售青島啤這個股份 如果你看回現交捷 好像說今次折讓的幅度很大 但要留意就是 你看回青島啤的股價 短短過去這一個月 估計已經是由30元這些位置 升到40元最高的水平 就算有昨天收市價 當然是接近38元這些位置 才有接近三成的折讓 說這麼大的股權出售 其實真的不會說是一兩個禮拜前談的 所以他們說的那段時間 其實可能都是較現價折讓一成左右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大折讓這個因素 另一方面 這樣看 其實你說的固然 協同效應是重要的 大家會衷敬 之前說的青島啤 可能會產生協同效應 但大前提是 因為說整個啤酒業競爭 非常之激烈 經常都說青島啤 高端市場面對著一些 國際品牌的競爭 而一個低端市場上面 面對著華潤啤酒的挑戰 壓力是真的非常之大 但現時整個啤酒業的情況 都有少少改善情況 競爭壓力固然是存在 但大家開始看到的情況 就是說啤酒 這些啤酒公司 有機會未來可以提價 去提高他們的平均售價 轉價相關的成本 給消費者 所以說他們的毛利率方面 未來來說 未必說真的太過差 所以說即使沒有協同效應 即使競爭壓力是大 但問題影響性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 甚至下年 盈利能力方面 可能有機會有增長 所以即使沒有協同效應 我覺得啤酒業這個板塊 現階段的看法 不會說太過差 所以看回這宗交易 其實就清了啤酒 只要整個行業的基本面 改善 有機會提高 本身已經不會太過差 之前升了這麼多 但我覺得要打回原益 機會不大 第二方面 特別是福盛國際 用這麼便宜的價錢入股 對整間公司來說 在賬面上已經賺了二十多億 所以今天的股價相對地 升得比較多 其實我相信是要反映的原因 現在清啤酒 跌回大一半成 復星就升了大一半成 是否已經完全反映了 今次交易的因素 我覺得應該反映了大部分 始終正如戰術所說 沒有太大的協同效應 所以長遠來說 這個因素 未必說會在股價上 有一個很大的反應 但是相對地影響會比較大 的確仍然是清啤酒 始終是清啤酒 過去的股價升了這麼多 大家會否已經偷佈炒這些相關 可能是朝日會出售股份 這些相關的消息 有這個風險因素 但我覺得正如之前所說 其實近期的大幅報告 暢號是整個啤酒業 這樣看好 當然華潤啤酒的基本因素 會相對地較強 他們有機會搶到 更加多的市場戰後率 但始終兩者的估值 看回青島啤酒 或者華人啤酒 相距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整個行業 真的復甦的話 青島啤酒 我又覺得未必說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劣勢 所以暫時來說 我又不會看得太過慘 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暫時來說 我想短期來說 青島啤酒 就會出現一個急升後的調整 暫時看有沒有機會 站在十天線 36.5 樓上的 有貨的 基本上不跌穿36.5 會建議繼續拿著 但在這些位置馬上去買 我就未必太過建議 可能是後退到十天線這些位置 才開始做一些補償 那復升呢 復升也不要再衝進去 復升的情況有少少不同 第一方面 今天星期日最主要反映 這宗交易 他們的帳面上已經獲利 甚至說 如果整個啤酒業 正如前所說 持續改善的話 他們的入股 或者這個投資部署 對公司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其實事實上反映著什麼 第一方面 就是反映著復升國際 其實投資眼降 而且去到今時今日 這一刻位置 表現仍然不差 另一方面 始終是復升國際 其實之前有個高位 都調整了不少 其實你看回圖表勢頭上 今天這樣一升 就突破了一段 中短期的下降軌 所以整個形態 又好很多 如果能夠突破一條50天線的話 有機會可以試試 之前的高位 可能19元甚至19.5元 這些水平 所以你說有貨的 都會建議拿著 至於如果看到這些位置 想開始做部署 去到這些水平 再看一會 如果真的能夠突破一條50天線 但又是17.6元 這些阻力位 再順勢追入 看到19.5元 我覺得都可以 今天除了復升和青露啤之外 都可以留意一下保利協鑫 主要是因為公司說 研究將他們的光復材料業務 分拆上市 見到今天 保利協鑫 都可以升到大約是一成上來 如果真的分拆到上市 是否可以釋放價值出來呢 當然分拆到上市的話 一定是有個幫助 因為始終見到A股 特別說光復板塊 受到各賊的扶持 基本上我覺得 你看回現階段23800為例 用歷史市盈率十多倍PE 預測市盈率 都是大約十多倍PE 你說十多倍的市盈率 如果你說將其下部分的業務分拆上市 這個業務 我相信正在各賊負置大動下 看回內地一些各賊受惠的環保板塊 或者這些新能源股 普遍的股值都不至低 所以如果能分拆上市 對股價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始終在說 消息現階段才出現了 短期來說 要分拆到深交所上市 我覺得真的未必那麼快 所以短炒可能成為一個 推動股價上升的一個因素 但實際長遠來說 暫時都會建議大家 看回多徵該價格 能不能再進一步上升 我覺得有一定的困難在這裡 所以我暫時來說 不會看得太樂觀 但是三百零零 正如之前所說 十多倍PE 左右 這些股值不算是貴的 所以看回圖表走勢 我會建議大家留意 第五十天線 大家現階段在1.31這些位置 如果有機會落到接近五十天線 都可以考慮去買 以1.1.5這些位置做止設位 不穿這些位置 後市的目標 都有機會再看之前的高位 看1.5或者1.6這些位置 中央經濟高速會議 裡面都有提到環保 其實大家都預料會有類似這些言論出來 今天見到一些新能源股 或者新能源那些都升得不錯 這個板塊又值不值得留意一下 這些環保相關的股份 其實見到今天A股都升得比較多 一些新能源股 近期來說 都有些初步突破的跡象 其實少住去買我覺得OK 但是如果真的用大量的資金 或者真的集中非常看好這個板塊 我覺得不建議 因為始終仍然存在著一些風險因素 因為政策上基本上 預計了繼續去扶持 去幫助解決他們那些相關的問題 好像風電、光復產等 其實最大的問題都是氣風氣光 即是相當於電網上不到 不足夠的電網 去令到內地有強勁的產能增長 這是一個樽頸問題 要化解 我覺得未必那麼快 真是能夠做得到 所以說這些位置 我覺得短炒順勢去買 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做部署 始終這個板塊 特別是新能源股份 始終你看到全年業績上面 特別光復或者風電 其實全年業績 就真的未必表現太過理想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是如果相對地說 其他的環保股 好像說一些水務股等等 我覺得整體表現 又真的未必會太過差 如果這個板塊有哪些質地會好些 或者是夏年有一個繼續上升的勢頭 哪些就會比較好些 現階段看看你怎樣看 夏年股市表現 如果你說A股仍然是表現返返迫迫迫 上落拉腳的話 環保股或者之前提及到 可能基本因素比較強的水務股 仍然會有一個穩健的表現在 有機會持續升勢 甚至借著業績這些因素 有機會再進一步破頂 以龍頭光大國際為例 現階段的股價 你看看走勢 都不差 站穩在50天線上 有機會突破之前那位11.4 始終以現階段的股值 十多倍PE左右 絕對不屬於軌 亦都預料這些水務股 盈利增長能力仍然是強的 所以有機會看回13元這些水癖 上網空間OK的 但是你說 如果另一個看法 就是除了這些水務股之外 如果你說仍然是炒經濟復甦 內地經濟面持續改善的話 始終說環保股絕大的問題 他們跟經濟周期敏感度 不是太高 所以資金未必甚至炒這個板塊 甚至從這個板塊流出 這是最大的風險因素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現階段內地的經濟前景 或者環球經濟復甦的細節 仍然相對比較明顯 所以我就未必建議 投資這個板塊 好了 開始回答一下朋友的問題 第一位朋友問隻經訊通訊 問短暫和中線的目標可以看多少 相信他未有貨 現在暫時找1.52 這隻股份值不值得部署 經訊通訊幾乎 2、3、4年 其實我始終不太熟悉這隻股份 始終在說 做一些通訊相關的業務等等 其實暫時看到這個板塊 或者之前炒了5G概念相關的股份 勢頭都仍然偏弱 所以我想你看到 其實我想短期來說 要馬上重拾升勢 我覺得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位置我就未必建議去買入住 甚至你看股價走勢 現階段都看到股價 都受制住10天線阻力位 甚至上不到50天線樓上 所以股價仍然有機會試回1.3.5 所以我覺得部署策略上面 我會建議 1.4樓下這些位置 先去小柱去買 以1.3.5 作為止洩位 一定要嚴受止洩位 因為你是一旦跌穿1.3.5 股價可能會順勢跌到1.1 這些位置都不奇怪 可能面對著仍然有2成的調整空間 所以我覺得你純粹說 跌多一點 1.4這些位置博反彈 以1.3.5 作為止洩位 反彈目標 再看一條20天線 就是1.6這些水平 好了 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志同阿朗你好 阿朗你好 我的799IGG 看形勢是否要追下去 今天第一天 第一季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課 未有課 嗯想追 今天升了8%上來 看到它在低位 一開始有少少突破 今天穿了20天線 那IGG未有課 一個部署策略 可以怎樣做呢 我未必建議這些位置去追 因為其實看回 雖然今天是有成交配合的情況 有個突破的跡象 其實比較關鍵阻力位 都在說 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12月12號高位 大約是8.78這些位置 其實股價仍然未能突破頂部 我也擔心股價 其實後市來說 可能上上落落在7.5至8.75 這些位置 甚至說 如果今天站不穩到8.5 有機會下回8元這些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高追 我就未必太過建議 始終你說手右股 我見不到有個轉勢 或者相關的因素有機會出現 一些大安報告 又沒有特別去看好這個板塊 所以我覺得資金會不會馬上 去炒起IGG 我自己覺得這個機會不是太過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順勢去追 真的看到它突破之前的高位 才再順勢去追 但一定要嚴守8元這些自施位 黃先生有沒有第二隻深水股份 Arno 不建議你追貨 銀魚有什麼位置可以買 銀魚 Arno 推介過 現在去到$63.05 什麼位置可以買回 銀魚這些位置 我建議如果去買 起碼看到70元這些位置 勢頭真的非常良好 很多大行都看好整個板塊 我自己都看好那個板塊 最主要貴賓廳復甦的勢頭非常明顯 正如我之前所說 現階段 我對於內地經濟的看法 或者全球經濟的看法 真的不差 看到復甦的勢頭非常明顯 所以貴賓廳業務 會非常受惠 銀魚是受益者 或者是得益者 其中一個最大的得益者 所以說 我覺得要落回60元 也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 暫時在十天線 61元這些位置 如果見到的話 可以去買 始終升得這麼急 我就未必建議去高追 始終市況都是上落格局為主 但如果有機會落回到十天線 61元可以去買 61元這些位置買 就移回59元作為一個指示位 如果不跌穿20天線的話 目標 正如之前所說 會建議提到70元這些位置 好 多謝王先生的電話 希望可以幫到你 另外 林先生也有電話旁邊 林先生你好 兩位好 是 加打 加打90多元有貨 現在捱價 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92元有貨 好 加打92元有貨 暫時 金融股 好像也不太好 暫時 加打80.2元 可否回到家鄉 我想要上分90元以上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因為始終正如之前所說 這些位置買股份 加打有投資價值 但是你說全年業績方面 我覺得風險因素相對較大 因為即使業績理想 如果市場仍然見到 仍然沒有恢復派息的跡象 始終股價有機會 即使業務改善 都有機會借勢地調整 但始終距離宣佈 全年業績也有段時間在 這些位置有機會等到技術反彈 但你看圖表細頭 相信後市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大約在83元這些位置 要突破83元未必容易 但只要不跌穿50天線 77元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中場線拿著 始終現階段看到 環球的央行 都可能大約一個加息周期 對於渣打國際金融股來說 有很大的幫助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後市配合 能夠上分上去突破83元這些位置 而修補之前 為留下來下降裂口的話 我會建議 看回到大約是88元 或者接近90元這些位置 不妨先行沽出獲利 始終以下年來講 即使可以拿著也好 我覺得拿著迴控 是相對你們比較吸引的 林先生有沒有第二隻股份 想問一下 新產品是1617 剛剛看到報紙 你有貨 哪個位置可以看得到 上網多少 1617 1617 南方通訊 我剛剛看到報紙 今天破了頂之後 就下降 最高上是4.99元 暫時會回到1% 這一隻 又值不值得部署 雖然看到股價近期 你又說有個突破的跡象 但其實看過去的消息 都在說 聖監會甚至說 都在說那間公司 說股權過度集中 有這些相關的消息 我自己的看法 會審慎一點 所以我也未必建議 這些位置去買 因為你看圖表走勢 股價其實之前橫行在4元至4.6元 一段時間 雖然有個突破的跡象 但以量度升幅去看 股價的上網空間 可能都是大約看到5.2 這些位置 現在都接近4.9這些水平 上網空間都是6-7% 接近8-9%左右 我覺得不是說真的非常吸引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去買 看到有機會落到接近4.5樓下 去到接近10天線4.4這些位置 再去買 到時候直播率會相對的比較吸引 這些位置 我就建議抱回官網看到 不過可能註碼也不要太多 因為始終有個風險在 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也希望可以幫到你 另外在Facebook上面 開始看到有觀眾朋友 沒有問題 Ricky Ricky想問一隻 8495 1957 & Company 這隻貪金股 即半身股 現價買值不值得呢 其實見到股份 近期的走勢都不是太理想 我覺得就不建議反彈 始終資金特別在世界股 或者創業板塊上面 成交活躍是非常屁弱的 年底前更加難有一個大衝勁在 所以看到股價 我會擔心可能有機會再創新低 所以暫時來說 我都看不到哪些特別因素 值得引返反彈 好了多谢Ricky的问题 Ricky,还有另一个问题,省起UB1695 UB1695能否允许zy 不是太多的大行大行 也有很多人留意股份 所以最后导致股价走势 可能真是资金流出流入等等相关的迹象 那会不会有那么多短炒资金再去炒一些小价股 机会真是不大 因为一些大价股整体而言 前景经济复苏的势头最重要短期来说 又有得炒业绩 所以说这些股份 反而仍然是继续面对着资金流出的相关压力 论总市值,这间公司的市值固然只有三点几亿 不算是大 甚至说是非常小 但是其实看到 学价这些相关的因素在今年来说 慢慢地淡化出来 甚至学价会不会因为未来 有机会可能是港交所放宽一些上市条例 因此而改变 有这个风险因素在 所以我不建议这些位置再炒 好,多谢Ricky的问题 又说一些焦点的板块 内房股也升上来 融创 暂时升4% 跑人反同业 恒大方面都升大约是2%的 或者说房产税相关的一些调控措施 始终之前一度传过 可能下年第一季甚至会推出一些房产税 等等 大家担心可能会有进一步调控措施 特别是说在税务上面 可以直接冲击回到市场 但是都看不到 做一些租务上的限制等等 很大机会可能牵涉着未来 限制一些租金升幅等等 这方面可以压抑到楼价升势 其实很多发达国家 或者是欧洲国家上面 都有这些相关的管制措施在 的确会影响到一些资产价格 但是令到楼市更长 平安稳定的发展 平稳的发展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最重要就是始终说这些内房股 后市看法未必会提得太过差 因为始终说在中期业绩上面 你会看到 很多龙头公司 其实整体今年合约销售是强 所以现金流导致有个明显大幅改善的迹象 甚至有些内房股 已经开始接近有个正现金的情况 这个是相对地比较少发生的 而内房公司始终说 如果你有这么强的现金流 有机会增加派息 普遍来讲 内房股股股息率 不算是值得 如果再有机会增加派息比率 甚至中期业绩 部分公司能够派特别息 这个版法可能是业绩期这段时间 有机会再炒上 但是当然 距离这些相关消息 可能是三月份才能够见到 所以短期后市 我都是觉得上落格局居多 但不排除 有些资金真的在偷步炒作 但是今年好像 融合、恒大这些升太多 有些人说今年这些明星股 明年已经 没可能再有这些 反而可能会有回调 你又怎样看 调整我觉得未必的 但是说现阶段 好像恒大、融创那些 记住他们说今年有些大幅的拼购 或者说 改变 或者是整个 说他们的规模上 已经是去自拍得上 那些万货 或者中海外这些相关的龙头公司 就在那里 我觉得这样看 未来他们的走势 就可能 特别是说可能融创方面 看回他们的业务发展 合约销售上面 如果仍然是保持强劲的话 我觉得股价未必有个很大调整 在那里 但是你说股价会不会像今年 有个这么亮丽的升势 我就觉得 不要抱一个太大的期望 反而说未来 我相信在这些位置 比较大的机会 真的跟随着整个内房板块去向 但始终我觉得未必建议再选择恒大 融创中国 这些相关公司 这些位置我觉得选择内房股 真的看回派息 负债水平上面 如果仍然负债水平偏低 在派息上面有一定的憧憬的话 投资价值 我觉得会更加之高 会不会反而选择一些 大的内房股比较好呢 如果真的想买回内房股 明年来说 有哪一种会比较看好些呢 暂时来说 都建议再选择新刚入南投的碧桂园 始终看中期业绩上面 碧桂园的排息比率 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 我亦都见到 头11个月 他们的合约销售表现 一点都不差 其实碧桂园一直以来 有个最大的优势 他们的土储上面 集中在一些二线城市上面 而一些热点的二线城市 的确受到内地一些房地产 调控的政策影響 相对地没那么大 甚至在现阶段来说 内地今年楼价升势 最明显都是集中在这些相关的地方上 所以估价今年这么强 是有原因的 而看回他们现阶段的股值 由于盈利有个大幅增长 你看看中期业绩 无论他们的现金水平 或者盈利能力 都是有个强劲的增长在 所以今年全年业绩来说 碧桂园的排息上 我觉得仍然会有个很大的惊喜 所以看回股价表现 现阶段只是属于一个横行 整股代变的格局 这些位置如果厚低多一点 50天线楼下 大约是12元这些位置 值得去买的 我会建议12元这些位置买入 以10元作为一个止损位 远一点承担 两成左右的风险在 但是后市真是突破的话 股价可以看到 突破之前的高位15元这些阻力位 可以量度升幅去看 有机会见到18元这些位置 好啊 回答一下Ricky 有个问题 就是750 就是轻业泰能能 现价又可不可以入 它有多少深水股份 始终你说轻业泰能能 近期见到有个突破的势头在 但是这些位置先去追 那就小心一点 因为你看回图表走势 股价之前横行在 大约2.5至2.9区间 大约是4毫的上落区间 现阶段突破了 量度升幅去看 下一个阻力位 3.3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短期后市来说 升到3.3这些位置 不能够突破的话 有机会可能下回3元这些水平 所以我觉得部注册率上线 就未必建议这些位置买了 如果有机会股价落到3元这些位置再去买 WhatsApp上面 还有一位朋友 都想问一下1169可以电器 他就说 之前19.9已经止了蚀了 现在再升一点 又可不可以买回这只股份呢 中短线可以怎样部署呢 中短线上未必会有太大的上网空间 短期后市要突破之前的高位 23.3.5 我觉得未必那么容易 至终在全年业绩上面 未必说真的太过差的因为很多消息都说 其实特别随着内地的楼市号 或者说双11个销售 可以电器的销售出货量 未必说真的太过差 但是你说股价暂时来说 我都觉得备回是一个上落代表的格局居多 有机会见回20元这些位置 因为你看看图表走光 暂时股价都未能够突破50天线的阻力位 如果突破不了50天线 有机会再落10天20天线以下的 所以部署策略建议等 看看有没有机会20元这些位置才去买 20元买入 以18.5元作为一个止涉位 目标暂时看到24元这些位置 好 谢谢Anno 详细分析也很感谢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的提问 先问Anno有没有持有相关的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Anno 稍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直播环节 随后再见